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首先很感謝選管會撤回規管網上媒體的建議 我們公民黨網台就不需要給規管 民主動力和好幾個民主派組織都盡了一點力量 民主動力和一批民主派組織都去見選管會主席馮華法官 說了很多問題 這是他讓步的其中之一 比較快手 但真的說不通 另外一件事覺得有點不通 7月1日除了所謂香港回歸或23條 那時計50萬人上街之後大陸有一件偉事 建黨90周年 沒錯 共產黨建黨90周年 建黨這麼偉大一件事 建黨偉業這段影片出來了 建黨偉業這段影片話說 在大陸打算收4.5億人民幣的票房 但是如果看香港不同的戲院 有證券的就有人看 沒有證券的那些 旺角市中心繁忙時間都是空的 老實說 就算我是很愛國愛黨 我是工聯會成員也好 我也不會付錢去戲院看 我打算遲些工聯會內部招待 遲些看 不用拿錢去看 現在YouTube也有得看 所以也不付錢 反正有得看 就算你很擁護他 你也覺得不用給資訊去看 不過如果看見黨偉業的內容 有時跟今天中國的警方 真的有點疑 各種極端 看回那段影片的背景 就是袁世外清帝 令到知識分子包括胡適、魯迅 那些就很不喜歡 結果就好像變了 妹仔大過主人房 毛澤東也不是很多角色 到最後都是推銷 我們要反貪腐、反腐敗、反封建 這些事情 90年後的今天共產黨 你知道大家當時都是批評專制的不容政府 希望有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亦都希望有德先生、蔡先生 不死精神 民主、科學 直到今天 似乎 你說 建黨90週年 別人看下都很感觸 我們都承認 共產黨第一代的黨人 特別是那些保保通通的黨員 曾經為黨作出犧牲的普通人 的確都是充滿理想的人 否則你都不會在那個時候 加入共產黨 為共產黨的事業奮鬥 如果他們今天看下 嘩!你又貪污腐敗 當初大家爭取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人權 你現在就見到 艾美美、見到胡佳 那些真是 真是有些想哭的感覺 即是你們拋頭腦、灑熱血 為共產黨的事業奮鬥 這些普通黨員 你真的覺得為了什麼 當然 我很強調普通黨員 就是 你如果一些 後來成為大人馬 成為領袖那些 那當然不同 至少今天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成為富豪的比例很高很高 即使不做富豪都好像毛鮮魚 做了解放軍的小將軍 那收版稅也不少 是嗎 收無損版稅 對 所以 看回 這個落差就十分之大 還有看回中國的人權狀況 這幾天都叫做 都不知道好彩還是不好彩 在建黨 九十週年前 放了艾蜜蜜和胡佳 但艾蜜蜜就叫做保釋 簡單來說 就是香港的用語 限制她 一年之內不准用Twitter 但很奇怪 大陸就上不了Twitter 理論上 在防火牆裡面 但也是要這樣禁 另外胡佳 剛剛真的坐完 坐完監 之後就放出來 坐足了 真是坐足這麼多 坐足這個時期之後 還要加上一件事 就是出去之前 也要威脅她 你不要亂說話 現在 我見得到 中共當局 似乎都摸索出一條 他們認為可行的策略 就是 捉了這些異見分子 人權律師 維權律師 這些非政府組織的人物 似乎都真的 對他們施加很多威脅 我深信 這種威脅 會不但適用於他們個人 亦都適用於他們的家人 以至我們見到很多出來 都不肯說話 不但是曖昧 甚至見到一些維權律師 彭彪、江平等 似乎都被捉了 拘留了 有些人幾小時 有些人幾天 出來 每個人都不發聲 這些真是很嚴峻的白色恐怖 當然我們都知道 今時今日 你都不用用暴力 去向人施壓力 不用用暴力 去威嚇人 但是這種威嚇 似乎都很不幸 是有效 我們都當然理解 任何一個人 就算你肯犧牲自己 你都要為你家人 可能像趙連海 要為幾歲的小孩想想 亦都要為家人的妻子 媽媽想想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真是很 沒有辦法 都接受了這種壓力 暫時低頭暫時 暫時不發聲 你艾未未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尤其是在艾未未 驅禁的時間 大家都覺得 你都是一個政治的檢控 政治的拘捕 這個只要是強行 托稅的罪名給他 現在又說我審他 托一千萬的稅 但是公司又不是他的 這些糊塗的賬 你硬加莫須有之名 讓全世界看到 這個時間 你說劃建黨 疑笑大方 還有看到官方的文宣 跟這個事實 或者可能民生的苦放 完全是相違背 你播建黨委業 我不管哪間片的公司先做 你播放的時間 但是內地同一個時間 通脹 物價高企 人權 人權 也是這樣的薄弱 意識也好 自由也好 氣裏面的社會環境 其實是跟現在沒有分別 甚至可能是差了 只不過是可能是現在叫做大家 物質上豐富了 實際上可能是 intangible的事情 一樣 很諷刺 建黨委業 你現在看見的情況 就是當初所謂建黨 這些當然都是中國很優秀的人才 都是很有理想的國民 他們的理想 像你講 跟今天的現況太太的落差 稍前也有這一類的戲 講辛亥革命 聽說當權者也同樣有這樣的困難 就是當初罵滿清政府末年 那些腐敗 貪污 那些老百姓看完 覺得很有同感 好像跟現在差不多 你都真的令到 那些領導人都提笑皆非 你說辛亥革命 滿清政府末年 多貪污 多腐敗 不放權 又不改革 老百姓看不出氣 覺得好像今天的寫照 真是挺諷刺的 你難怪也看到他那種虛脅 我們看得見 其實兩年前 六十週年國慶的時候 你見到當然也是盛大慶祝 但是就說 勸於北京的市民 不要上街 不要出街逛 那天留在家裡看電視 不要那麼多出街 你又想想 你當領導層 又說為人民服務 又封工毀職 又說盛勢 你盛勢之下 你勸人不要出街 在家裡看電視 這是六十週年的國慶 都是一個很高興的日子 你真是害怕市民 對國民恐懼 這是怎樣的政府 我不知道七一是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七一又勸大家 又不要出街 雖然是假期 不要出街 在家裡看電視 所以我想休息之後 我們可以講一講一下 從現在近來的一些不穩定的事件 再加上民運人士的打壓 有沒有可能衝破 或者最少連結起來 好像以後一樣 休息回來再談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回到國情講情的時間 上一節我們都講過 在建黨九十年的時候 社會背景 貪腐、人權的情況 其實跟那時差不多 有一件事很奇怪 可能跟那時不同 一些可能共產黨真正正 經驗去清算 是它清算將這些 領袖 或者我們現在所說民運 或者維權人士 盡量可以打壓堅得多 就是運你都運你 不讓你說話中軟禁是軟禁 保外走醫還是保外走醫 之前講得太多了 這樣就不再重複 另一邊有些受壓迫的人 例如農民工 或是外產人士 在城市務職等 找不到工作做學生 這些人在法國有多暴亂 上次兩集都說過 其實如果共產黨這樣分隔當然有它的目的 但如果這樣分隔的時候 其實也不熬得久 共產黨這樣的手段算不算 我自己的看法都類似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能夠維持的政權一段時期是可以的 我們以前也說過很難期待很快會有抹理化革命的出現 他們有方程式 經濟增長 加社會保障網 加一定程度的良知 但就沒有民主了 不用說了 沒有政治改革 我自己會打個比喻 1898年我們康梁的變法 百日維新失敗之後 他都以清朝的水培 這麼積弱 拖多11年 所以現在的情況 我們也承認 的確經濟是有增長的 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是提升了一些 亦都希望經濟繼續增長 亦都可以說在國際地位 晶晶日上 是拖多一會兒的 問題是他有一些聰明去控制局面一段時期 但沒有一種大智慧去真正改革 真正搞民主 從而達到所謂長治久安 現在你見到他是很聰明的 那裏又按著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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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按著 好像大禹的父親阿菲一樣 一路倒折倒折 但基本方向是不正確的 那一句說話 防民之口甚至防村 你現在對於人們爭取民主 爭取人權的訴求 都一直堵塞 各樣都是消滅於盟雅時期 以他現在的國力一段時期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長遠來說都相信人性 都是希望有尊嚴 有人權 有自由 有民主 自己當家作主 而不是說雖然生活自己好過了些 但是你看見貧富越來越懸殊 你看見那麼多的貪污腐敗 你看見那麼多的社會不公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都能夠長期維持下去 就真的沒有什麼天理 沒有天理 即是這個機遇的問題 始終共產黨的一個執政的 即是它的合法性 認受性 是建基於它的經濟增長 而增加增長而令到人民生活好過些 但是如果一個轉圈的時候 即是它的執政那種合法性 就變了可能是沒有的 或者是起碼削弱得很厲害 這是很正常的 到那時他唯有就是用一些維穩的策略 去繼續保持著他自己那種執政的地位 當然就要涉及到用到武力 其實現在都是看得很多 我不算是拘捕民運領袖那些 但是通脹那麼厲害 之後工人的待遇 就說有社會保障 又或者真的照顧三龍問題 但是實踐去到地方的層 法國原來很多都不行 還有今日《南華早報》 英文《中國日報》應該這樣說 法國不知道是世銀 還是外國的投資機構 開始發覺地方政府開始信貸違約 就是連地方政府都不夠錢 可以找回他們的借貸和販錢 這個其實都不是新聞 一年來國外的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他們說得比較抽象 就是地方融資平台的問題 很簡潔 你有時候聽過什麼叫做地方融資平台 就是這樣地方政府沒有錢 因為主要的稅收到了中央政府 自從1994年的分稅制之後 資源集中在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的財稅資源是小了 但是因為要維穩 以至要搞好社會服務 建立社會保障網 地方政府的開支 社會服務的開支就越來越大 於是只有兩個辦法 一就是賣地 所以你見到土地問題這麼嚴重 第二就是借錢 所謂借錢也借 很多時候不是地方政府自己去借 而是地方政府搞很多公司 這些公司再向各有銀行借錢 所以就這麼抽象講 地方融資平台的問題 其實就說 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債台高足 欠了很多錢 而且因為這些貸款 是有它的隱蔽性的 意思是它不是說 這個市政府或者這個原政府借了多少錢 而是這個市政府和原政府開了很多公司 這些公司搞了很多大計劃 這些基建計劃 這些基建計劃 這些種種的計劃等等 這些公司是借了很多錢 你一時間都不容易算到數 但是現在的確是看到這個 大家都因為那個冰山一角 那一角都越來越大了 於是大家看看 哇 這個冰山一角都不小了 下面那塊冰一定很大 於是就覺得這個是困難 這個是問題 這個是可能出現危機 尤其是這個危機引發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社會保障網 又或者基本上基本的一個地方政府的運作 都做不到 好了 做不到的時候就糟糕了 即是引申出的一個社會穩定的問題 當然現在中央政府一般來說還是有錢 但你剛才所講的兩大問題 目前經濟還是好 都還穩定得住 第一塊大問題當然就是農民工 在這個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的時候 就說有2000農民工 2000萬的農民工 在過年前回鄉下 有些估計 後來他當然不再公佈這個統計數字 可能高峰期有一些估計 只能夠估計 甚至說4000萬 幸好在2009年第一、二季度 經濟都已經上升 所以農民工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這一段時間 其實都暴露了一些問題 就是這些青年一代的農民工 如果沒有事做回鄉下 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班年青人 已經不能夠接受 他就脫下腳去種田 去凍辛苦 站在泥辦中種田 他不會接受這種工作 因為他在城市 過慣了一種生活 總是舒服一點 如果他回鄉下 沒有事做 亦都不願意種田的時候 那他會怎樣解決生活 如果他回到城市 又沒有事做 又怎樣解決生活 這個是大問題 所以如果經濟出現困難 這個是其中一個大社會問題 另外當然大家也知道 現在是大學生的問題 我們現在 今年有630萬個大學生 政府的估計到年底 政府的估計到年底 起碼有三成失業 大家也聽見過很多 這些所謂窩居 矮族這些字眼 就是有很多大學畢業生 在大城市 譬如北京上海 每個月賺一千元多些 這些人民幣 的確是很難生活 生活不到 劏房也好 板間他們那些 甚至是經常住 交通 吃東西 其實全部都已經 通脹問題 大家都知道 在北京上海 最便宜的飯盒 12至13元是最便宜的 另外當然就是 在小攤子上 炒碗飯炒碗麵那些 那些可能是9至10元 但你也不知道 吃不吃不吃 那些是甚麼 可能是全國化 最節省的都是這樣的價錢 所以其實大陸的一個 不穩定的因素太多了 在看什麼時候 究竟是哪個位去爆 但爆的時候又要想 如果沒有一個領導 或者沒有一個叫領袖的時候 其實那個危險性 在於其實似是 暴民政治的一個社會 因為大家為了忍不住 自己的生活過不去 就為自己的利益去做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是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 的確是沒有反對黨 想都不用想 也沒有全國性的領袖 最多都是一些意見領袖 好像艾美美 一些比較有名氣的 維權人物 異見人士 但的確有一種 陳姓吳廣的現象 大家都知道 陳姓吳廣也不是大人物 都是農民起義時出來 你現在看到 例如在去年 2010年 在沿海城市 很多工人的抗議、示威、罷工 有些地方 其實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出來 發動一個罷工 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都是完全不見經傳的 年輕工人號召罷工 所以你看到這些領袖人物 很可能就是這一類人 有點像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 都是學生領袖 由黃丹對落 每個人都不是說 當時就是大人物 都是學生組織 醞釀出來 而且很可能有示範的作用 即是這裏地方工人罷工 於是那裏地方又是工人罷工 現在我們的確確看到 一個經濟幾好景的時代 都不少這一類的 我們眼見都是廣州、曾成潮州 即是廣州附近的曾成潮州 暫眼間浙江又有了 其實這些地方都是 沒有什麼很嚴峻的失業問題 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經濟困難 都是中國比較富庶的地方 廣州附近、浙江 不是說民不聊生 你見到不滿情緒都是這樣 如果你再一兩次的經濟衰退 那個考驗是很嚴峻的 如果真的去到這裏 你覺得在國內的民運人士 應該怎樣做 我覺得當然就是 講來講也要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和政府談判 其實我們見到天安門事件 都可以說有這樣的盟牙 你見到公治聯、學治聯 就是不同地方的學生組織 不同地方的工人組織 他們都很迅速地 很有效地集結起來 當然都是通常以大城市為中心 都是北京上海為中心 自然是要求和政府對話 這個當然很理想地 是將流血暴力、混亂 減低到最低限度的一種做法 所以我們都希望 有朝一日 我們的民運人士 可以組織起來 是 我們當然希望 越和平、越少暴力、越少流血越好 就是這樣 今集國情、港情到此 我們下一集再見 請給我們 請問你們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請問你們 請問我們 要注意 請問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